我們有一段VCR 如果在你的日常經驗裡面 你會不會也像這個人一樣 這樣過生活 或是說有沒有哪一些部分 是我們都以為是這樣 但其實抱歉 那是一個大大的錯誤迷思 有哪一些呢 來 我昨天真的超累的 累了 快睡不了了 喂 雪恩 我最近節目好多 每個禮拜都要錄影 誰受得了 還要加班到好玩的東西 多到我要受不了了啦 真的 而且我昨天 還把工作帶回家做 連續好幾天這樣熬夜 我覺得我肝要爆了 我也覺得我的肝快要爆了 這幾天覺得肝好痛喔 真的 而且我今天早上 看到鏡子裡面 我臉整個蠟黃耶 我是肝有問題啊 我跟你說 最近我朋友推薦我一個 很厲害的護肝藥 還是我們一起團購 搞不好會比較便宜 好 不然買多一點 多吃多健康 不然我人生會變黑白的 我跟妳說很奇怪 我之前我公司健康檢查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 醫生說我有脂肪肝 怎麼可能妳有脂肪肝 他是不是看錯了 不是胖的人才有脂肪肝嗎 妳們瘦 而且我肝指數是正常的 我不想知道現場所有的來賓 有誰看到哪一段 妳覺得是跟妳所聽到 或妳所知道的是不一樣的 有沒有誰 要告訴我 來 Kathy 她有提到說肝會感到疼痛 可是肝應該是不會有痛絕的 好 你有認真看節目 我們一開始就講肝是沒有身體 所以肝是真的 可是為什麼常常會有人說 我的肝感覺上好像我的肝在痛 或什麼這些 其實很多人都還不知道 肝在哪裡 等一下 肝在哪裡 這裡吧 這裡 這裡 好啦 買定理手 OK 來 哪一位同學 好 來 肝的部分應該是在 你的右上腹的地方 這裡 這是你肋骨 肋骨上面這樣 這個 所長 這個就是你的肝 在肋骨裡面 在胸腔裡面 對 下面 在橫隔下面 我們在教我們看 橫隔下面 橫隔這麼高 在這裡 這塊就是你的肝 OK 所以陳醫師剛剛一開始就講 有很多人連肝在哪兒都不知道 然後他就會跟你講我肝痛 然後你就會問他 那你肝在哪兒 應該在吃吧 這隻頭 好 這是第一個重點 第二個重點 肝臟本身的細胞 是沒有神經 但是肝的外膜有神經 所以會覺得肝臟痛的時候 通常這個是肝癌 長到五公分以上 才會壓迫到外面的 所以這時候你會覺得悶悶的 但是那個都已經很嚴重了 剛剛陳醫師講的 肝細胞裡面 肝臟內部本身沒有痛 但是他的包膜 所以你知道肝臟腫脹的時候 他就有機會會 確實會痛 但是在我們臨床上看到右上腹痛 其實更常見的是膽囊 膽囊的發炎 就會很明顯 而是真正因為肝腫膽引起的痛 相對是比較少見 除了是急性肝炎 門爆性肝炎 那時候會腫大 所以這時候一個重點來了 很多人就是因為這個痛很少 真正發現 所以真正肝病早期的症狀 最明顯的第一個就是疲勞 疲勞這件事情 太難講了 對 它比較 你問他累不累 他都會說我最近好累或什麼 但是什麼樣的疲勞容易累 是已經到你應該是警惕自己 應該要去認真做檢查 程度的問題 譬如說就像剛剛我們那個畫面出來 已經趴在桌子上睡覺了 那個就是很累 就每天你明明都睡了八個小時 還是 但是你還是覺得你累 然後我們再看第二個 食育不振 那為什麼會食育不振呢 因為當你肝不舒服的時候 OK 所以很多人食育不振 所以你最近如果很疲勞 常常疲勞容易累 你又食育不振的話 那要注意了 好 不容易睡 就很容易失眠 就是肝火太旺 所以就不容易睡 因為有中醫執照 中醫的名詞 一般中醫講肝火太旺 對 肝臟不好的時候 所有的代謝物質 毒素 排不出去 所以這時候會造成全身這樣子 好 接著最後一個 就是 容易發脾氣 為什麼 這跟情緒有關 情緒有關 因為肝不好的時候 人的身體 就沒辦法穩定下來 所以很容易罵人 控制不了 對 所以這有肝病的人 你跟他一起共識 要小心 他會罵你 罵完之後 他說對不起 我有肝病 那演藝圈有很多製作人 都要去檢查一下 那有很多 對 演藝圈製作人有十個裡面 有八個會罵人 對啊 所以就請他們去測一下 說不定都是肝病 而且他們的工作也很辛苦 對啊 對不對 常常熬夜 OK 有可能 好 那這是早期 那如果到中後期的時候 肚子就變大了 就像懷孕三個月 四個月 那個就是戶水 那為什麼肝不好的時候 會產生戶水 我們平常我們的腸子 都會經過門禁脈 把養分送到肝臟 肝臟去代謝 當肝臟纖維化以後 這個血管就不燙通了 它就跑出來 所以它會造成門禁脈壓膏 然後造成 甚至造成 更重要的是 會產生戶水 是因為 肝臟沒辦法製造白蛋白 那白蛋白一滴 水就往外流 這時候就戶水出來了 先生 請問一下 到了腹部變大 都已經有戶水 沒有辦法排出去 已經很嚴重 因為我印象中 很早以前有一個朋友 那時候也是肝癌 後來大家朋友去看他的時候 說他的肚子變得很大 然後他們講說就是腹水 所以如果到腹部變大 已經是末期了 對 末期就是已經 是要放棄治療 沒有 還有機會 現在醫學都有機會 講到末期 我就好像到了尾端 對 講後期好了 對 那當然眼睛 皮膚會變滑 那最重要是膽紅素 肝臟化炎以後 膽紅素排不出去 或者肝癌壓住了膽道 所以他們要辦法 把膽紅素排出去 這時候就會滑滑 其實第二個這個 眼睛 皮膚變黃 我們都以為它是前期一點 這比方中期 算中期 其實眼睛黃或什麼 我比較像我看你 我其實還好耶 但是我真的有看過 有些肝病的人 對 那是真的黃 辣黃的 辣黃的那種 就好像有像橘子皮的那種感覺 對 比較 當有黃膽的時候 皮膚當然會變得很黃 但是剛剛講 有些一般人分不太清楚 黃到底多黃 才叫做肝病 結果剛剛講 最準確的還是看眼白 跟你的尿液 不過剛剛講 當你在夏天喝水不夠的時候 尿液很濃縮 有時候尿也會變得比較黃 不過剛剛黃 跟真正的黃膽產生的那種 茶色的尿色還是不一樣